來到第27堂,我們說Rates of Change 我們Rates of Change在Differentiation的應用來說是比較重要的一環 我們Rates中文就是率 最常見當然是速率 即是你說車時速是多少等等 都是我們有其他的率 例如可能是水流 又或者你吹氣在一個氣球上 氣球會達得多快 等等都是我們想去知道的 由於這個 topic 都比較大 我們可能會分兩段片去講 我們第一部份先講一下 什麼叫Rates of Change 如何去計算 我們假設有一個功能叫做Y對FX 我們就想知道 X在某一段距離之間 我們Y的平均變化速度是多少 即是在找一個highlights的那個東西 Average Rate of Change of Y With respect to X over Interval 在這個範圍裏面 Y的變化速度平均是多少 我們計算很簡單 就是Y的改變除X的改變 我們Change只不過是新減究 新減究 新減究 那你就用在X1的時候 Y的數值 即是F equalX1 減回一開始Y是XLog的時候 數值 即是FXLog 那你這一塊就是Y的變化 那你X的變化簡單一點 就是X1減回XLog 那你兩者相除 其實就是一個平均速度 但是我們現在不想知道平均速度 我們想知道某一刻 我只是想知道XLog那一下 究竟動得多快 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你可以這樣想 如果你的X1越接近XLog 那麼那個平均速度 其實就會越來越接近XLog那一刻的速度 當然會有誤差的 那麼我們怎樣拿到準確那一刻呢 就是做一個Limit 我們將X1吹向XLog 然後放Average Race下去 那就會靠近那一刻的速度 但是你留意到這個Limit 其實很像一件事 就是你那個First Principles 也就是說這個其實是一個First Derivative 就是F的First Derivative 在XLog這一點 那你用dydx的方法去寫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分別的 那原來你想找某一刻的速度呢 你只需要d它一次 放回那一點下去就可以了 那你記住 d一次呢 除了解Slope of Tangent 你都可以解做Race of Change 或者你看看上面這條公式 其實y變化除X變化 正正是你的Slope 所以你可以不同方式去解讀它 可以是Slope這樣去想 可以是Race去想 那我們看看以下例子 譬如Y對X² 那下面有個表 就是X在六個不同數值的時候 對應的Y是多少 那第一件事 我想知道在1、2這個範圍裡面 Y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那你留意到 Y最終是4 一開始是1 所以變化就是4-1 那X當然是由1變2 所以變化就是2-1 相除就是3 也就是說在這個範圍裡面 Y的變化速度平均是3 但是下面不同 我只想知道一開始 在1的一點 那一下其實變得多快 那我就需要D一次 那我們X²D一次變成2X 我想知道X對於1的時候 就代入去 你會計到2 就是說在X對於1 那一下 Y是以2這個速度變化的 那由於你是正義 那你就可以知道 Y是在升 變大 如果你是負數的話 其實是變小 可以嗎? 那好吧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就是在一個 Displacement, Velocity 和Acceleration的部分 你可以想像是 跟一些開車有關 或者一些Particle的Movement有關 那先解釋這三個字 怎麼解釋 那你有讀Physics的話 你應該懂的 那如果你沒有讀過的話 那可以聽一聽 我們假設一條數線 那你站在0的這個位置 當作是起點 我們向右走是前的方向 向左走是後的方向 我們計算這三樣東西 都要分解哪邊是前 哪邊是後的 那我例如我有兩個Move 第一個Move 我向右走兩格 第二個Move 我向左走五格 那最後 就會在-3這個位置停下 那你可以想像 Displacement和Distance 是類似的 但是Distance 如果你問你 走多少的話 當然是兩格加五格 和七格 但是Displacement 就不會考慮你中間怎樣走 它就是看你 在最後的位置和一開始的位置相差多少 即是Change in Position 我一開始 在... 對不起 後面還沒有改 應該是-3-0 那這個-3就是你的Displacement 就是告訴你 由一開始到結尾 其實你是向後走三格 向後走三格 行不行 你不知道中間怎樣走 你只知道最終的目標去到哪裏 就這樣 所以Displacement是可以負數的 如果你多少正數的話 即是最後是向前走 多少負數就是向後走 行不行 但是Distance 都告訴你 就是中間走了多少步 有一點點分別 好了 Velocity類似 其實都是Speed 不過With Direction 我們是以2mps走 如果你向前走 我們的Velocity就是正2 如果你向後走 我們就會說是負2 行不行 你會看到了 就是向前就是正 向後就是負 Acceleration都類似 如果你向前越走越快 那就是向前加速 所以就會是正數 但如果你說向前其實是減速的 你可以另一個方面看 就是向後加速 行不行 向後加速 所以你的Acceleration 就會是一個負數 看到嗎 是一個負數 好了 我們明白到所有的Terms 如何解釋 我們看看實際通常如何去計 Displacement 通常會是一個分項去表示 用S代表它 然後分項FQ T T代表時間 什麼意思呢 譬如我想知道2秒之後的時間 在哪裏 Sorry 2秒之後 你的Position在哪裏 那你就代回T是2 進去 FQ2你就算得到 行不行 是一個這樣的分數 那Velocity 其實你可以這樣想 是一個Displacement的Race of Change 來的 With respect to time t 因為Velocity 其實就是 Change in s 除 change in t 行不行 你當是Speed這樣看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理解 行了多少 除了時間 其實就是速度 剛剛 但如果你想說是某一刻的速度 Instantaneous的 那你就可以D這樣去想 所以Velocity 其實就是DisplacementD一次 行不行 DisplacementD一次 Acceleration其實類似 我這裡打錯了 這個V 其實就是講你的速度變化幾快 你加速的話 即是講你的速度變化幾快 所以Acceleration其實就是Change in v 除了Change in t 當然如果你沒有Tic Limit的話 這個是平均的加速度 你想知道某一刻的話 就是Derivative 所以你將V再D一次 其實就是A 或者這樣去想 你的S是D兩次 行不行 那第四行 留意就是說 我們Velocity和Acceleration 在這裡講的 全部都是Instantaneous 即是某一刻 我們不講Average 也就是說三者的關係 我們可以用這個墊樽去表示 DisplacementD一次變成Velocity Velocity再D就是Acceleration 你記得這個東西就足夠 看一看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顆Particle 在直線那裡走 它就說T秒之後 Displacement或者Position 是多少呢 就可以用這一條式去計 即是說2秒後在哪裏 你就代回T2 3秒後在哪裏 你就代回T3去計 如此類推 我們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PartA 我想知道一開始 即是T等於0 以後記住 T等於0 即是At the beginning 行不行 好了 我們要用Velocity 當成Acceleration 是不是需要把Displacement 分別D一次 和D兩次 因為我們有剛才的關係 那就先D它 D一次 Velocity 再D一次 Acceleration 我們代回T等於0 我們就叫Velocity V0是-1 Acceleration A0是-4 也就是說一開始 其實是向後走的 因為你是Velocity負數 然後Acceleration是負數 即是向後加速 向後加速 對不對 這樣去理解 我們是Velocity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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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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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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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V1 V1 V4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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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